跟妈妈隔着一道电梯门 儿子不断安抚喊话 加油就快脱困了 大批消防人员合力抢救 门一开 富人奋力往前爬 不断喘气 惊魂未定 另一头 民众只能靠手机灯光 向外呼救 受困电梯到底该怎么办 第一时间不要慌张 因为不会有窒息的风险 除了可以按紧急按钮通知管理员 或是打119求救之外 为了保持体力 还可以间歇性的拍打电梯门 但千万要切记 不要强行打开它 否则恐怕会发生更严重的意外 全台大停电发生259起 电梯受困案件 救出近300人 不只消防 警方也忙翻天 有远景骑车到一半 前面红绿灯突然消失 立刻下车指挥交通 化身人肉盾牌 护送长辈过马路 灯口坏掉了 坏掉了 坏掉了 你先走 而在淡水中山路 刚好是市场出入口 如果没有进行交管 大批买菜人潮 恐怕得惊险穿越车诊 全台停电 警销总动员 简历至少出动近4000人 其中包含台北220人 新北587人 消防也动员破千人 台北378人 新北296人 高雄台中也近400人 这短短4小时 警销机动应变 跟时间赛跑 TVBS新闻 陈艺人 吴玉亚新北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